真心劝你别养兔鸡 一 养兔心态 兔兔不是玩具 而是可以活十多年的小生命 如果不是小型品种 你的小兔鸡几个月就会长成大兔子 需要更大的空间 如果你没有耐心教导 导致兔兔咬人乱娘乱拉 你能包容他一辈子吗 啊 独立能力 兔兔需要稳定的生活 如果你还没有独立 那就要确保全家人都接受兔兔 如果有哮喘 过敏 那也不适合养兔兔哦 三 经济能力和客观条件 养兔也需要不少花哨 家附近还得有能专门看兔兔的一生 需要护理时 你会为我们承担吗 四 时间精力 兔兔需要每天照顾 你能找到靠谱寄养 或者为我放弃失和远方吗 下季养兔要注意哪些 一 防暑 室温控制在20到25度 空调可以加上遥控装置 风扇最好是吹冷风的空调扇 静一 摇头 别一直对着兔兔吹 还可以给一块降温板 但质量要过关 不能掉漆掉渣 还要遮阳 别暴晒 二 保证雨水量 1000克的兔子 24小时 至少喝100毫升 三 别剃毛 长毛品种可以修剪 但不能剃涂 脚毛更是一点都不可以剪 四 防蚊 关键事情打扫厕所 保持环境丹净 可以用蚊帐 但别用蚊香等 含各种避蚊子的东西 准备好这些 就可以过个愉快的夏天了 猪吐喝水 注意什么 一 水壶水碗更有利弊 水碗低头饮水 更自然 对井质也更友好 但这样喝水容易打湿下巴 注意别长气潮湿 也别让碗里进脏东西哦 水壶不会弄湿吐吐 蛋白放过低 或者过高 都对井质不好 还可能枪水 一定要调整到适合的高度 二 不会用滚珠水壶怎么办 首先 确保水壶能顺利出水 但不能漏水 有的水壶有两个滚珠 可以卸下一颗 方便吐吐喝到水 当吐吐的面 引导触碰 甚至在滚珠上抹点蔬菜汁 碰到滚珠出水 吐吐就明白了 三 不爱喝水怎么办 水壶水碗都用上 经常换新鲜的水 加一点点蔬菜汁 但这只是引导 要慢慢减少过度 不能长期添加哦 祝兔妈妈节日快乐 谢谢你接我回家 把我从巴掌大 养成大小伙 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 谢谢你为我学习 怎么去养一个小生命 让我一直健康快乐 谢谢你尊重我的习性和喜好 在我需要的时候 陪我玩耍 不需要时 给我足够的空间 谢谢你爱我 购物车里的东西 全都变成我的 出差会想我 就连睡衣 都是爱我的图案 谢谢你 我也爱你哟 今天我一岁了 妈妈给我弹了生日歌 虽然我不爱听 但还是耐心听完了 思考了一下长大的意义 还拍了一组 说下的照片 看着蛋糕 吃着兔粮 不夜乐乎 还见了我的妹妹 她已经成了 三只小兔的妈妈 当大就可真开心 妈妈中的胡萝卜因子 也发芽了 真高兴啊 但我最开心的 还是拥有了一群 可爱的真橙粉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陪伴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 好好吃草